已经被相关部门封锁 初步烧焦了的窗口 那么就是火灾发生的位置 目前这片区域的调查显示 引发火灾的原因是楼内的住户 没有遵守建筑的安全要求 那么进一步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这个区域之一 居住着大量的商人和劳工群体 那么在已经确认身份的 八名遇难者中 有四名印度人 三名巴基斯坦人 和一名尼日利亚妇女 三名巴基斯坦人